提到航天表,不知道各位观众首先会想到哪个品牌 那我猜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欧米加的超霸 我在节目里面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品牌 但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除了瑞士有航天表 我们中国其实也有 而且就在前段时间刚刚返回的神舟12号的载人航天任务之中 使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万表 熟悉国表的观众应该知道,这个品牌就是费亚达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中国的航天手表品牌 以及我手上这一枚航天系列的手表 哈喽大家好,我是赛水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手表分享栏目日食记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聊一聊费亚达这个品牌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印象 那可能很多人的记忆应该都是停留在他以前的一些电视广告上面 费亚达创立的时间是1987年 那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一些聊国表节目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算是国内比较新一批的表场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费亚达其实是中航工业集团下水公司的主要投资企业 所以从背景上来说,它本身就和很多其他手表品牌不一样 除了制造和销售手表以外 它还多了一层服务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使命 大家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应该就知道费亚达为什么和中国航天的关系这么的紧密 世界上一共有三个被正式列入装备的航天表品牌 小知识点大家可以记一记 那第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欧米加 最出名的就是它伴随了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完成了登月的使命 第二个品牌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 这个品牌叫做富丽石Fortis 它是被前苏联的宇航员配戴上太空的 而第三个品牌就是费亚达 它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官方正式装备 费亚达航天表历史几乎是跟中国载人航天同步走的 那首先是在2000年的时候 它是被航天部门在市场盲车中选中 接下来就是最具有意义的2003年神州5号发射 杨立伟作为中国载人航天第一人登山太空 那当时我记得老师还在学校里组织 大家一起去看电视直播 不知道看视频的观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 有的话可以回合一证明大家是同龄人 那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 杨立伟这个第一人的意义其实是不亚于阿波罗登月的 那在这次任务中杨立伟其实佩戴的就是 飞亚达的神州5号航天表 再到08年神州7号成功发射 同样也是飞亚达见证了中国人的首次太空行走 一直到最近的神州12号 三名航天员同样是佩戴飞亚达手表 第一次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这几个时间点对于中国的载人航天 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只航天系列的手表 因为航天员的需求和我们普通人日常佩戴的需求 差异还是很大的 所以这块表它保留了一些航天表的设计风格 但是它多了一些实用的考虑 实用性来讲因为是航天系列的手表 所以它使用了仓外航天服表的防震系统 因为太空的环境非常恶劣 所以航天表对于防震的需求 要比普通的飞行表来的更高 防震可以说是航天表在功能性上 最能够体现的优势 除了防震以外 100米防水也是一个很实用的特性 这点可能航天员不太用得到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配合来说 还是非常实用的 材质方面这块表使用的是蓝宝石的表径 以及印制陶瓷的外圈 如果你非常在意手表耐用性的话 这两种材质一定要优先考虑 相比起亚克力表径和铝制外圈来说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日常佩戴产生划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盘面的设计 那它整体是一个灰黑色渐变的样式 在光线下它会显得比较的有金属感 没有光线直射的时候就会比较低调安静一些 指针以及石标都设计的比较简洁 那我们仔细看时针它其实是有一个像运载火箭一样的小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 考虑到黑暗中使用 不管是指针还是石标都配备了8个小时的夜光 在60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返回舱的图案 以及Astronautics的字样 证明它航天表的身份 同时在底盖上也是有一个航天员在太空漫步的雕刻 包括这块表附送的配件是一个返回舱造型的摆件 上面同样也是有这个太空漫步的图案 除了摆件以外航天系列手表还会有这样一个收藏证书 整体的仪式感还是很足的 回到手表上来 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单向旋转的逃出外圈 那可能乍一看 大家觉得比较像是潜水表的设计 但其实它是一个7加1小时的即时设计 6个原点加上一个5等分的刻度 这个设计其实还原的是航天员出舱的场景 7加1也就是8小时 它是目前我们航天员在舱外停留的极限时间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个三角标转向时针的位置 像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计时了 当时针走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区间之内的时候 就证明航天员应该返回舱内了 最后说一下佩戴 那这块表是42毫米的表径 11.5毫米的厚度 这个尺寸还是比较适合绝大多数人的 戴上手有分量 但是也不会太过于压手 并且我要说一个很少人提的优点 那就这块表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一体式表链的设计 科技方面也是做的比较硬朗 有棱有角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硬朗俐落的表盒以及表链设计 并且大家可以发现最近几年 其实当初豪华运动表的设计 又是回归到了主流视野之中 现在最火的鹦鹉罗还有宋文四海 其实它们都是采用的一体式表链设计 不知道这块表的整体颜值1到5分 大家会打几分呢 在2022年 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就会正式落成 那我其实也非常期待 某一天我们中国的航天员也会登上月球 甚至登上火星 不管是中国航天也好 手表也好 其实我们的起步都比人家晚 美国登月的时候 中国的载人航天还只是一个梦想 但是在稳扎稳打进入到2000年之后 中国的载人航天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 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 中国的空间站会成为太空中唯一的空间站 那现在是轮到美国着急了 所以给中国航天一些时间 也给国表一些时间 希望我们在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国表优秀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期日式机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波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